好 所以呢 我們在看這個 看這個波動的時候 這邊 產生一個地震的時候 它的批波怎麼傳遞 道樹都有 道樹都有 向下 所以批波就是向下 四面八方的時候 向下的半圆 它在中间 四面八方变球型 四面八方变球型 所以就不会是四面八方了 因为四面八方变球型 四面八方变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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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四面八方变球型 它是向前后四面八方变球型 它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角度都会相互 然后它就会变球 变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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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上面的密度越小 越下面的密度越高 所以這一層我們叫做上地寒跟下地寒 是不是上地寒 我講過了嗎 沒有 上部的地寒 上部地寒 下部地寒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地合的部分要分成兩層 一層是戶籍的地合 一層是地派外合 這幾層都有一個現象是 越往中心它的密度越高 越往中心它的密度越高 一方面也是外面整個包下壓力很大 越往中心的密度越高 所以它的傳遞都不見得會是直線 只有這一條線是直線 對吧 為什麼 因為它不怕出發都在直 為什麼 因為它是垂直 垂直是什麼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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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過的傳遞不能講垂直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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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圆形的,不管怎样,它总是有条线是垂直的 可是它是圆形的,都像线线那样子 然后你把它变成一条像 在这个笔球上,有认了一个点 你只要向着核心,它是穿过每一层都是垂直的 所以你要假设... 在这个球上的认一点 你要假设这个球是圆的 假设这个球是圆的,差一度大 差一度是圆的 断圆 断圆 断圆加圆 它不是像中间向外膨胀 是不错的 它是垂直界面的时候,它就是不会有什么编子 但其他地方都同样有编子 然后更有趣的是,它碰到这个界面 它就有反射跟折射 对 它碰到这个地壳,它有反射,它会折射 呃...不会吧 为什么会折射? 因为它就是没有东西 对,因为地震不过需要戒指才能够传递 所以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所讲的 它不可以把地益移动到一个 没办法穿透的戒指之后 它就没有折射现象 它就只有反射现象 要碰到地壳的有反射 碰到地壳的有反射 所以你可以从一次反射 它会不会有二次反射 也会有二次反射 它越来越弱 但是你可以从这几次反射当中 去慢慢去理解 理解什么? 滑身头 我们在理解什么? 我们在理解什么? 我们在理解 我们在理解什么? 我们在理解的传递速度跟时间 到底要理解什么? 我们可以预论地震 不是预论地震 还是可以用力 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们到底做这事情要做什么? 让自然做到 让我跑到100% 也不是为了让你跑到100% 因为我们最自然界的好奇 但是我们做这事情 到底最后可以 最后可以找到什么? 最后可以找到什么? 可是我们好奇 没关系 这都可以找不到 找密度差的地方 你的最爱 找到密度差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内部 会是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内部 会是长什么样的 所以 它会是这样测的 是啊 所以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计时 拿一个东西然后转进去 然后加热子 然后也会移动 因为它的深度很深 我们目前钻了 所以说 顶多就是几十公里的人 没有到 没有办法打过地壳 没有要穿到地壳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拆 这个地壳内部 我们还没有真的有人 可以做一个什么 地心探测机 尤其是往地心里面跑 没有办法 所以地心里面所有东西 刻板它 现在有告诉你的东西 都是拆的 没有证实的 有没有人证实说 你可以推翻它 你可以推翻它 那当你找到一个好的CM方法 也许你就可以推翻它了 这是一个机会 好了 那接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特别要说 哦 这边是木题 这边是地题 为什么 因为反射速度 诶 诶 折射速度 因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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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 不折 反过折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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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不对 他都会传递 应该是X波 X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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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大又不容易产生鲜变 所以它行不行 能不能传递枝 就是 能不能传递 跟它的钢线有关 它可能钢线非常的小 所以它传递的速度很慢 然后我们就把它速度产生好 它不能传递 根本当然要充足哦 在哪里 在第二个说法 地震波的传递速度 经过物质的钢线有关 所以它可能呈现融融 或是呈现液态的 它在钢线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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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能课本上就说 那其实它是可以的 请问你买单吗 你不买单 所以你认为它可以了 所以你认为 液态跟器态给传递减一波 可以 可是不会很少 是吧 我现在说的是 你的正向说法 你刚才说的一件的正向说法 对吧 你刚才说的 简级波和横波 横波绝对可以在空气 或者是液体里面传递 因为它只能钢线上来软一点 所以它还是可以传递的 没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子 诶诶诶诶 诶诶诶 诶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 诶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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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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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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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找個實例 說明一下 找個例子嘛 你說一定可以 那找個例子啊 水波 找個實際的例子 水波怎麼樣 水波可以在水裡面傳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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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吧 水是液態啊 但它不在水裡面傳遞 它在水裡面傳遞 它在水裡面傳遞 它不是水裡面傳遞 所以它跟水裡面傳遞嗎 對 我認為水裡面傳遞 我認為水裡面傳遞 我認為解液波可以在界面上傳遞 跟界面上傳遞 你可以看到界面的改變 但是解液波沒辦法在液體裡面傳遞 因為它是橫波嘛 那氣態哪有前面 對 氣態就有難能力 橫一波了 對啊 那也不難 那也不難 因為解液波的傳遞 解液波的傳遞 解液波的傳遞需要什麼 解液波的傳遞需要 解液波的傳遞需要 解液波的傳遞 解液波是有點關聯的 我說的關聯是說 因為這條繩子 它可以傳遞解液波 為什麼 因為那條繩子向上你做的時候 它跟它旁邊的分子 是有拉在一點 所以它上去的時候 它就被跟著拉上去 它跟著被拉上去 跟著被拉上去 所以就形成一個橫向波 對不對 可是當這邊是空氣 這邊是空氣的時候 我這個分子向上走 我會不會帶動旁邊的分子向上走 會不會 當然不會啊 你走你的我走 大力就是空氣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我往這邊走 我往這邊走 沒有相關 我會被你拉走 所以解液波傳遞不一樣 同樣在液體裡面 可不可以這樣 液體裡面 當然是空氣 當然是水分子 我這邊移動 水分子應該跟它一體移動嗎 沒有啊 可是在水的表面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水的表面它是有一個 重力關係 它是有界面關係 所以當這個水分子向上的時候 它帶來是位能 這水分子有質量的位能 所以它會下去 它下去就會擠壓 因為它水分子出不去嘛 它沒辦法離開那個界面 沒辦法離開那個氣體的時候 它的界面向上的時候 它又滿足這個體積問題啊 你總不能說我這個水向上 然後這個體積又變大 水的體積瞬間變大 不會 水的體積不會瞬間變大 它怎麼辦 它向上上這邊的水就浮進來 就向下了 所以它是一個彼此的關係 會存在 只有在這種現象的時候 簡易波會傳遞 你剛剛沒有來 但是我們講到這邊 現在講的地震波的 P波跟S波 就是甘利波跟簡易波 所以簡易波可以在什麼地方存在 液體的界面和固態 液體的界面和固態 液體裡面不能存在為什麼 因為裡面的奔子各走各的 它不會鼻子有影響 簡易波的存在是因為 旁邊的奔子跟它有影響 所以當我往桌子中間敲 為什麼桌子會震動 因為桌子向下的時候 它帶動旁邊的桌子的奔子向下移動 對不對 所以簡易波是這樣的 所以 基本上寫的這個說法呢 基本上 基本上 喔 基本上我也不知道它說什麼 它講的也是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 就可以忘記它 我講的比較正確 所以你如果做筆記的話 就把它抄下來 今天講的第一個重點 幹嘛被自己也聽到了 上面那個節奏都是 不是沒有重點 也是有重點 什麼規則 我剛剛講多少重要的東西 對 回去看一下那個錄影帶 好 所以我們經過這樣的分析 你知道地球內部的構造 然後呢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理論 應用到生物科技上 是什麼 這個理論 同學 這個理論 應用在生物科技上 變成什麼樣的設備 核實共振 地球內 核實共振 核實共振 是沒有錯 然後再往前一點點 超越波 我們先從超越波 到後面的核實共振 東西因為這樣乾淨來 你要想 我們可以從波 在一個物體裡面 這是一個位置的東西 我們經過波這樣傳遞打來打去 去接觸它反射波的現象 我們就給推測裡面的形狀是什麼 對不對 這不是這樣子嗎 我這樣反正波打來打去 只不過都是地球 我不能拿個超越波去打它 然後騎在這邊 得到有效的訊號 因為那個太大 地球太大 那個反正波太微弱了 可是我可以靠地震波 這麼強大的能量 地震波能量太強大 地震波的能量 去反射震動之後 我來追著地球內部 這樣是不是一個超越波 探測器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在人體 所以你是要超越波去探測 人體內部波照 核子工程又是另外一個新的技術 核子工程它是要打波 打進去 去接受 傳遞過來跟反射出來的結果 所以它可以更精密地去 看到你裡面的結果 我是 我有個問題 是 那我可以用這樣來探測星球嗎 怎麼說 探測 你來探測 地球有多少次來 就是怎麼做啊 就是朝這個天空發射一個波 然後就慢慢等 然後等到它彈回來 然後就可以去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 波在太空的傳遞的速度 然後彈在地球的傳遞速度 然後就知道它大概 大概離地球的部分 是 你覺得這裡有什麼道理嗎 有道理嗎 這當然有道理 這當然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 我們為什麼現在沒這樣做 沒有等很久 沒有等很久 那所以我們現在怎麼做 直接找不到 怎麼樣直接離到 太近了 我們現在就是 太遠近了 放那個什麼 烏仁 烏仁在那邊走 當然不是 這樣會更久 衛星 那個因為整個宇宙實在太 太 整個宇宙實在太不密了 簡單來講 假設有辦法 沒有辦法丟個石頭 從地球丟出去 離開地球表面 那時候一直往前飛的話 基本上這石頭 飛到宇宙的鏡頭 它可能會撞到任何個鏡頭 因為整個宇宙實在太不密了 有可能會被吸引過去 有可能 但如果假設是直線的話 基本上你可能撞到任何東西 宇宙有鏡頭 假設有 假設有 那 那我們現在看這 實在跟陳雲講的沒有怎麼樣 只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打個光出去 說撞到 撞到某個星球 再等它撞回來 因為那星球的距離可能是 300光年 什麼要300光年 光暴 光暴 要從300年才當作地方 那再等它打回來之後 要得300年 所以600年後 我就可以發射一束強力的光線 打到某個星球 那我就要告訴我的子孫 的子孫 的子孫 600年後 你去觀察那個波有什麼變化 你就知道那什麼東西了 所以我們沒辦法 周章說 這樣怎麼辦 光暴也近來就距離了 光暴也近來距離 但是因為陳雲長沒有距離 所以它現在簡單就是 我直接接受它的光線 因為基本上只要恒星它就霸光 我直接接受它的光線 所以它300年前一定存在 二星球人在300年前也會存在 因為整個宇宙的計時 只是用幾億年來計時 不是用幾年來計時 只是幾億年 所以那星球在幾億年 可能就存在那邊了 所以那幾億年前 就已經有光打過來了 所以它就追通那個光 到底它告訴我們什麼 所以現在星球 天空主要在做這個事情 它從宇宙進來的光線 上去分析 它怎麼會有什麼 什麼光線的星球 基本上光有個現象 叫做直徑性 我現在眼睛看了你 我就知道它就是慣遠 我不會看到是平靈 對吧 所以我把光線進去調那個光的方向 我看看那個星球 這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但有很多光在它 他們不會知道這個光超多的 基本上是要用到陳韻剛剛的三小測量 你這樣透過一個三小測量 你度算這個星球的位置的時候 你會知道那個光走多遠 你也知道它距離之後 你自然可以知道它走多遠 它光走多遠 它光走多遠 對不對 我不能說我先用到一個圍光 那會非常大的一個三小測量 對啊 非常大的圍光 是的 很大 好 那顆數很大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P4S 不過我再解釋了 你們再看一下 然後 在 裡面有分一個什麼 我們看到第16月的第三小節 它提到一個 這個延時圈 軟流圈 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一下到底什麼意思 基本上有些東西我就不講 我跳過去 因為課本上可能有些解釋 事實上也OK的 我們看完之後 有什麼問題 可以再提問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 基本上看過課本本說的 大家知道 因為有些東西 譬如說 像我剛剛其實拖的這部分 主要是因為它的概念是從不離開的 但是如果不解釋 光看課本 你不知道它說什麼 你就是這樣子跳過 而且甚至有些 以前有些人 我經常聽到有些老師跟同學講說 反正第一根簡單來講 就背起來 因為反正你也不理解 就背起來就好 那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好 我覺得什麼東西就是要靠理解 不一定要靠背起來 所以當你理解之後呢 你就懂它的意思 你就不需要對它背起來 那你不理解只靠背 那沒辦法 但是不需要背 所以說前面這一段 我是 我是把 它的理論 跟你們講 所以你們應該會理解它的概念 其他東西就是一個概念 簡單說一下 像是什麼叫做 軟油圈 軟軟的東西 為什麼是軟軟的東西 為什麼不是硬的 為什麼剛剛你講液態 為什麼叫軟油圈 為什麼講液態 就跟那個岩漿一樣嗎 岩漿怎麼樣 岩漿不會說它是液態 岩漿不會說它是液態 龍龍泰 龍龍泰也是液態 只是說 那軟油圈現在比較特別 龍龍泰算液態 融化 蠟燭融化 你說它是不是融龍泰 那它是不是液態 它是不是液態 蠟燭會融化 蠟燭融化 蠟燭融化是液態 是液態 它也是融龍泰 那什麼叫融龍泰 融龍泰跟液態有什麼差別 一個稠稠的 一個水水水 一個稀的 請問一下 石油是融龍泰還是液態 液態 液態 石油不是稠稠的 沒有 沒看到 請問鐵馬嘎是稠稠的 還是液態 鐵馬嘎 薄油 你把它加熱之後 綿綿的時候 薄油 它液態是融龍泰 融龍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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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解決液態跟融龍泰 融龍泰 融龍泰 融龍泰會 融龍泰會 融龍泰 那液態不會喔 液態在正常情況下 你的正常情態是什麼 譬如把蠟燭加熱到融化了 它是液態 那什麼時候是融龍泰 跨變成液態的軸 這樣說法可以叫什麼 所以說 你剛講就是推翻你剛剛說的 當它是液態的時候 正常情況它不會變霧態 你蠟燭融化之後 正常情況它就會變霧態 不是嗎 對 所以你給正常的情況說清楚 正常的情況 如果以為是在100度 它當然是液態 它不會變霧態 那什麼樣的正常情況 如果回到我們常溫常壓之下 蠟燭的液態就是會變成固態 變成固態 過程當中有經歷過一個融龍泰 沒有 剛才你講的是 融龍泰就不是液態 融龍泰就不是液態 那什麼叫融龍泰 就是 固態的 就是那個 故意構成的 類罩叫融龍泰 所以冰塊那個融龍泰的情況 冰塊變成水頭 如果有融龍泰的情況 會 會 你有看過 有 沒看過 就是很稠 很稠的時候 不算嗎 可能會吧 不算嗎 你吃臭冰它有時候會 不是水的東西 蛤 沒有啦 清冰又沒有其他東西 沒有東西 可是你看到融龍泰吧 臭冰也不是融龍泰啊 可是它因為有一個狀態就是 沒有水 可是它會 感覺像冰的那個中間那個 它在融化的那個 基本上 基本上 像那個 水 這種東西 它的液態就是非常的 有東西非常好的時候 你也能看到它的融龍泰 但是 蠟燭也同樣有融龍泰 因為它就是 裡面已經有些部分的蠟燭液變成布 它身上不是液態啦 它不全然是液態 它也不全然是固態 它是有五個狀態 沒有啊 沙子也不是啊 沙子 你拿一杯水 然後你把它放進零度的狀況下 然後你拿一個東西去繳它 那你會發現你越來越難繳 可是它 它 它 它沒有結冰 是嗎 越來越難繳 應該會 理論上來說 為什麼會 不知道 想像起來是這樣 應該不會吧 我想像起來 我想像起來 沒有那個樣子 繞回來實驗 可以實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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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你怎麼會在零度 就拿那個鹽跟冰 然後放在下面 OK 然後再 拿一個那個 燒杯 放上去 可是鹽跟冰在一起的時候 它是零度嗎 它會低於零度 對啊 所以你會維持在零度 沒有 我就說 然後隔冰 就是拿一個大碗 然後放鹽跟冰 然後再放一個燒杯 裝水稍微緊實 然後這樣去攪拌 是 那假設說 在你不攪拌的狀況下 燒杯裡面的水會 結成冰 那你去攪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越來越難攪 你說你不攪拌的時候 它會變成冰 就是說那個 本來的冰加 也可以讓那杯水 變成冰 同學你可以順便一起聽聽看 那個 過年你在講什麼 我腦袋不好使的時候 你要幫忙看一下 破綻在哪 或是它的問題在哪 OK 炎跟冰 外面倒在那個 零下 對 零下要幾度 可以讓本來的那杯水 就是我先放進去用燒杯 那杯水結成冰 的話 那我們拿一個東西 攪拌燒杯中的水 那它會越來越難攪 我在那邊放水 攪拌它會越來越難攪 可是你剛剛會維持零度耶 我剛剛聽到你一看講 就維持零度耶 現在這樣又維持零度了 我們要用燒杯水 燒杯水 麻煩你設計這時間 我們現在來做 好了 中午來做 會不會越來越 越來越難攪 我們來看一下 會不會越來越難攪 越來越難攪到嗎 越難攪到嗎 越難 然後第一次就把我維持零度 那 現在是 攪到某種程度 它突然是攪不動 OK 所以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越來越難攪 一個是 突然攪不動 那會不會別的答案 那會不會別的答案 我覺得它溫度會下降 溫度會下降 對呀 然後咧 然後咧 然後是 越來越難攪 還是突然攪不動 我覺得溫度會下降 你一定會下降 溫度會下降 溫度會下降 應該是必然的 因為底下的溫度單是有濕度 我們這樣比較多時間 然後我猜測它 就溫度會下降 那我們現在在猜的是 腳弄的狀態 這個裡面的 那我還在想 會不會有一個叫做 融融胎的狀態 或者是一個東西叫做 液態 或者一個叫固態 只有這三態 固態液態我們都知道了 對不對 融融胎就是說 變態 扣 扣 講一些你事實上的東西 扣點 他有什麼現象 字節有沒有參考 溫度會有什麼現象 我們幫了一個零度以下的環境 裡面的水會越來越難攪 而且突然攪不動 還是怎麼樣 我认为从第二边开始,就是有时候你会完全有脚步 然后接边的时候你会慢慢脚步,然后接边的时候你会慢慢脚步 然后接边的时候,接边的时候会绞在一起 所以自己的脚步是另外的状况,同学,你有没有听懂? 然后里面会变什么? 有碎冰的情况 那如果我说吃碎冰的时候会有状态? 我没有说对或错啊 然后不要去买碎冰 之前的说法中里面会变碎冰的样子,但是不会难脚 然后把这两个死 如果它变成碎冰的话,那会变成难脚 OK,如果它一下全部变碎冰,就是里面碎冰很多,还是难脚 我觉得变成碎冰也不会变得很难脚 所以说其实这种对苏西的冰块那种感觉,我们身上是模糊的 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是抓冰的那个冰 因为简单来讲 那我想到一个很好的说明 我没有想到详细的 那个嘛 那个小美冰淇淋 她是舞台之遗憾 冰淇淋是什么? 冰淇淋…不能够做 冰淇淋要加强的东西 她讲的,她根本有这个意思 跟我们讲补骨的比哥老师 老實說我還要買一支 我剛剛有想過這個 反正做好他病情是木裁一臺 病情是木裁啊 我都回家吃之前 病情剛從病人拿出來是木裁啊 然後他受到風吹之後 表面在前開始融化 他是木裁 可是他不是混合的喔 他不是混合的喔 對 他是融融化 他是 可是他不會變成木裁 他是木裁啊 他不會啊 他不會變成木裁 因為冰淇淋是木裁 是木裁 所以你認為木裁就不是液態 不過我剛剛的問題在這裡啊 我說國油 我把加熱後的國油也是國油 他是液態還是融融派 還是融融派 你沒看過國油 那我會查一下 我沒有問過融化的國油 你沒問過融化的國油 好 小時候我們都管國油 很嚴重 黑牌 那麼他都不漏 他屁股 也不會啊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我这边有盐 冰块都叫冰箱给结冰块 要有一个大锅子放在那边有冰盆 那就这样就好了 把东西准备好,找个时间 我们再做实验 课程吗? 课程的时间我慢慢讲不完 没关系 这种时间我蛮好的 这种时间怎么样?蛮好的 很忙 我们要讲完 不用做很久 这样子我们就用一个打单器 你找个时间还是 没有,你就 试试看 你可以找个时间做,没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他可以讲第二个小节 第17页的部分 固体地球成圈的组成物质 这部分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大概什么结构是这样的 里面有氧气 氧气 然后就是主要的结构 氧气成分 对,氧气成分 然后地盘里面有什么橄榄石 什么是橄榄石啊 你可以查一下什么叫橄榄石 然后地盒是以铁跟镍为主 所以他密度比较高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式生种 不要翻到18页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地球内部分成地盒、地寒、地盒、地盒 是一句正过在地球内传逼时的合同特性 是有一个国长 国长,C 水果啊 我猜C吗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走 C 為什麼是蜥蜴? 為什麼是蜥蜴? 因為他的剛性不一樣 剛性不一樣,我會不會測過長? 剛性不一樣是波數的 波數跟波長比較有關係 那兩個都有,所以他答案有兩個嗎? 那為什麼測波長? 你現在講測速度,為什麼測波長? 沒有說測 是根據什麼? 根據? 那為什麼是依據波長? 因為他有不同的戒指 在波長過去的時候會改變速度 所以就套出個性感 因為波數或是改變波長的意思嗎? 因為先打比較浪,稍微感覺速度 我會說這個啊 改變波數跟改變波長不一樣的意思嗎? 不一樣 不一樣 我波經過不同的戒指 改變波長跟改變波長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波長 波數是誰? 如果是前,頻率成長浪漫長 頻率沒有變嗎? 改變波長跟改變波長 不是一樣的意思 對啊,那為什麼他這個答案都寫說 是改變波長? 是你是依據速度 為什麼? 不一樣是依據波長 為什麼? 因為波長在這個別的機率 因為別的人可能被改變 什麼可能 力度 可是你因為別的連ind改變的 不是一樣改變速度嗎? 不管你用什么原因改变的波长 你同时轻易改变的波数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可以用波数来当成他的依据 而不是用波长来当成依据 为什么 波长可以因为平均改变 可是平均改变吗 问不会 第一阵波长真的都平均改变吗 可是地盒它的物质要不秩序 所以物质不一样 他会改变他的波长 对不对 为什么不一平波长来测地球内部 因为不法测量 非常好 为什么不法测量 没有 这个技术 为什么波数可以测量 因为我们可以距离 因为知道它的时间 对 距离的时间可以上速度的 对 可是我们不知道它波长是什么 对 所以在这边是这样波长不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波长 你知道先测量频率 对不对 你要知道频率才知道波长 可是这东西重不重要 对不对 所以简单来讲 它是靠这两个东西 靠波出来测 靠波长 靠波长 因为波长太阻达 算是不夹 你们只有个人打一半 那为什么打对 对 我知道 就装手加半点 OK 好 由地震波的研究 可以对视在地球内部 存在S波和P波 波数都降低的波数 低速带 你认为造成低速带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B B怎么样 两个都降低 两个都降低 对 B B B 为什么 因为它是融合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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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属于E E派 E派 那E派的话 X波长得过去 对啊 好 再过去啊 10 就这样跌啊 一个降到差不多 一个降到差不多 一个降到不一样 B B 答案就是 B B 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有啊 有啊 一部分融融形成一个岩漿 而且它就是部分而已 所以 X波长会变回靠岩漿 是靠部分的一些布 所以这些都会变满 好 你看哦 这个这个部分 我们看一下 那个客本的16页 16页的上面那个图 有没有 X波的波数 跟B波的波数 看到没有 一条白色线 跟一条蓝色线 那现在都讲说 波数团降低 是哪条线 你可以看到波数团降低 地带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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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做 默示布迭区面的下面那一区 对不对 上部地带的地方 对不对 它那边是有些具体状的位置 具体状的位置 具体状的位置 有时候突然变低的时候 还是又升高 有时候降低又升高 或者有时候升高 升高的速度比较反慢一点 它都是升高吧 它只是平而已 可能会是高 有啊 它有一个是降低啊 降低波也有地方是降低啊 有没有 X波没有降 X波基本上降一点点 没有降 那个有一个很垂直那条线 基本上降一点点 那很剧烈降 我们可以看到是外盒 外盒跟下部地盒 那边有个突然骤降 对不对 突然降很快 是不是 对 帮忙降X波它突然降到0 为什么突然降到0 因为过不去了 因为过不去 那是地盘 那既然过不去 为什么内部地盘 又有X波 因为它是早期 突然过不去 这是一个球 这是球中球 这边是软的 因为地盘 它们用每个角度都软 它可能有 很小 一小块 它附属在P波上面 所以它在那边有一个固体 让它传过去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不是啊 我知道 它整个都是 等一下 我把固体咬 整个都是地盘 你的X波到这边 没有了 那为什么到你没有X波 好 陈玉说 因为P波会 因为P波会造成 P波怎么样 P波会连在X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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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P波也会震动 然后呢 它震动 就会造成X波 P波传P进来之后 它要移动这个地盒 这个固体的地方 当它移动它 它重复会采到X波 不要一直看 它会让你加水 不要一直看 好不好 看什么 你在看这边啊 加慢点 你不会有看 好啦 诶 这是下课 这是50分的终身 因为中间下课 这一点不算 没有 我们在等自己而已 对啊 对啊 刚刚期中间在等自己 是是是 所以这样等过 下课 字节听那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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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会不好意思 再把他讲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1个在第9 第3个 诶 等一下这个 在这个上部地盒这边 它变来变异 它主要是因为 有些地方是固件 有些地方是地盒 它是一个混合的地位置 所以说 它不是 它没办法完全变成 一个地盖的概念 或者是一个固态的概念 所以这个什么 融融菜的时候 盆波是能够通过的 因为它 就是刚讲的啊 批波尔才是X波 它本来是一个交互的心形 它不是在 在弊态一类的时候 就算P波 X波 它也不可以画传递 对啊 但是弊态 所以在融融态的时候 是能够传递 融融态里面有固态 所以固态也会传递 S波 好 按手指 好 第3个 是那个 地盒位于地表 的连续面之间 去选出 下诶 地盒 的 之后的叙述 海洋地壳的密度 你带到第2下 对 没有错 为什么 海洋地壳 密度 是海洋地壳比较低 是它密度比较大 没有吧 是它密度比较大 OK 不定吧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因为它融化的时候 这个叙迹这样伸出来 它从来就往下流 因为海洋地壳是比较硬 它的密度比较大 密度比较大 海洋地壳比达路地壳薄的正确吧 海洋地壳主要成分是玄武岩 对不对 可能吧 对 不是可能 对 然后达路地壳的主要成分是荒康岩 对 所以大家学武岩跟荒康岩比较大 谁比较硬 谁比较密度比较高 谁比较密度比较高 学武岩跟荒康岩 谁比较密度比较高 学武岩 学武岩 这两个都是什么岩 不是 就是延迟 过程 哪一种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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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板块是指地球 物体 地球 地壳 哪一层 地壳 是哪一层 延迟圈 C 他讲延迟圈 为什么延迟圈不是地壳 真的适合 我讲方前列 为什么他讲延迟圈不是地壳 地壳在延迟圈上面 对 所以延迟圈是哪一圈 延迟圈指的是哪一圈 这个 末世不远的训练 地壳叫什么 地壳下面 地壳下面的那一圈就是延迟圈 地壳上面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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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叫做软流圈 软流圈实际上也算地壳的部分 那软流圈呢 事实上就是有任何轮流态 它是一个 也是有圆石的存在 软流圈的距离大概是80到220公里的距离 但是岩石圈的位置 岩石圈的位置就是我们讲板块的位置 人类使用地球之源的时候 不影响到地球的哪部分 那是软流圈啊 太深了不影响到 这里面的答案看起来是软流圈 如果他写地本的话你可以写地本 对吧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怎么讲这个板块过道的学说 不是 一二三总复习 应该要总复习一下 什么总复习一下 我们要上喔 现在只要讲一下 基本上 这个板块学说的缘起 岩石圈这边 麻烦你自己看一下 这部分不讲的 什么叫没什么好看的 什么叫没什么好看的 不好看 不会游泳过海的 在课本里面喔 在国中课本里面 是不是周龙 在国中课本里面 这个部分大家就讲过了 但是 其实它比较 海底过当说这部分 它比较约一点点 有点需要解释的地方 那我希望你们先看一下 我们下一次看 第一次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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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完嘛 不要急嘛 然后 反坏构造学说 第二节的部分 反坏构造部分 也是要把整个 反坏移动的方式做个说明 所以后面这整个都是在讲 反坏啊 那其实最多有趣的是 第九反坏 台湾反坏的行程 台湾反坏 台湾是一带 蛮有趣的一个 反坏构造 这个有趣在哪里 麻烦各位 下次跟我说一下 好啦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下课 然后记得第三张 开始预洗 第三张预洗 ok 然后那个 重点整理的部分 我现在只看到 我现在只看到 下课 下课